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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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男女籃球隊 再創歷史紀錄 連續三年攜手挺進UBA大專籃球四強決賽 校方特別舉辦世事大會 預祝兩支隊伍都能夠旗開得勝 勇奪雙冠 目前球員也正積極的備戰調整狀態 希望3月25、26的決賽 能夠打出最好的表現 戰鼓齊鳴 為即將出征的世新男女籃球隊撞身士 拿下13次大專盃冠軍的世新啦啦隊 用各種旋轉、翻騰、結合體操 加上舞蹈的表演動作 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期待兩支球隊都能奪下冠軍 這一次我們學校幾乎是全體動員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現場除了我們的副校長 各院的院長、主委、老師們 還有同學們還有我們的轉播的團隊都到現場 在這種期待之下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球隊能夠在今年能夠表現得更好 能夠把兩個冠軍都能拿回來 世新大學男女籃球隊再創歷史 連續三年聯妹挺進UBA大專籃球四強決賽 為了激勵兩隊士氣 校方特別舉辦試試大會 預祝今年UBA決賽能夠起開得勝、勇奪冠軍 每年都去小巨蛋啦 我想心情都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了啦 我想今年不管男女生 我覺得在陣容上都有很大的這樣一個調整 就跟高中一樣吧 對啊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情 然後就是看當天的狀況 然後去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調整八強的不足 然後準備好自己 沒有特別戰術去針對誰 決賽將在3月25、26日兩天登場 外界看好衛冕軍世新女籃 渴望完成四連霸 至於連兩季坐收亞軍的男籃隊 憑藉超級新人成將霜、張俊生的雙身連線 也被看好是奪冠熱門 總教練何振鋒表示 會持續調整球員們的最佳狀態 有信心為學校拿下雙冠獎杯 記者游祥廷台北採訪報導 環保署跟農委會合作 事辦使用藻葉藻渣 失冠農地 參與的紅豆農友發現 除了可以省下一半的化學肥料費用 作物也比較不容易生病 收成更好 達到循環經濟的目標 為了落實畜牧糞尿循環經濟回收氮肥政策 環保署與農委會共同推動 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策略 以器座方式示範 邀請農民使用 藻葉藻渣失冠紅豆作物成效良好 配合的農民李太太表示 利用藻葉藻渣失冠後 除了化學肥料使用量減半 作物也比較不容易生病 收成更好 好處相當多 又可以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我們每年在澆灌地區也都會做土壤的監測 那推廣下來我們監測的結果 這個土地上的重金屬並沒有明顯的增加 所以這個部分是持續在推動 請各位農民可以放心 畜牧糞尿資源化是一個永續發展的農業模式 將藻葉藻渣轉換成有用的肥料 同時降低農業和化肥對農藥的依賴 為台灣的土地與環境帶來更多福祉 解草花廠報導 大腸癌連續15年蟬聯癌亡 將近每半小時就一人罹患大腸癌 尤其九成的患者都發生在50歲以上 為了預防大腸癌 國民健康署提供50到74歲的民眾 每兩年一次的免費糞便前血檢查 呼籲符合資格的民眾前往篩檢 早期發現才能夠早期治療 每31分14秒就有一人罹患大腸癌 根據國民健康署最新癌症資料顯示 109年大腸癌診斷個案有16829人 發生人數連續15年居冠 其中男性發生率為女性的1.5倍 每年大約有6000多人死於大腸癌 一人和豪傑分享個人健檢經驗 鼓勵大家定期篩檢 大腸癌其實現在已經是變成是癌亡 所以其實我很害怕 所以後來我去健康檢查 然後很幸運的 我那時候就是有發現了息肉 然後去割掉 大腸癌有九成 耗發於50歲以上 國健署針對50到74歲民眾 提供每兩年一次免費糞便前血檢查 民眾只要帶健保卡到醫療院所 零採便館採集檢體後 交由醫院進行分析 就能初步了解身體狀況 當發現糞便裡面有血液的成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合理的懷疑 在腸胃道的某個地方有粗血的情形 而有粗血的情形往往暗示著 裡面可能有息肉 可能有腫瘤 2021年發表的期刊裡面更顯示 在更高的篩檢率之下 能夠減少高達60%的大腸直腸癌相關的死亡率 大腸癌的齊悲 對於整個治療的過程跟療效都有相當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呼籲早期篩檢 早期治療 大腸癌篩檢結果若是呈現養性 記得進一步到醫院做大腸鏡 進行後續息肉切除或治療 早期大腸癌容易治癒 而且五年存活率高達九成以上 婆健署呼籲民眾定期篩檢追蹤 降低大腸癌發生率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台灣一年有37萬人因為異味性皮膚炎就醫 而重度患者一年平均自費藥物達到27000塊錢 並有協會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的皮膚炎藥物納入健保 除了減輕金錢的負擔 也能夠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質 目前就讀國中的小恩 從三個月開始就被醫生診斷有異味性皮膚炎 媽媽盡量讓她待在舒適有空調的環境中生活 但是到了青春期卻症狀加劇 最後找到專診的醫生 嘗試用生物製劑療法 終於獲得改善 傷痕一些黑色素慢慢的退掉 我覺得她現在的治療其實好了98%左右 台灣一年有37萬民眾因為異味性皮膚炎就醫 患者發病時除了啟養難耐影響皮膚之外 更對睡眠社交生活品質帶來巨大的影響 也對家庭跟社會帶來衝擊 第一個她放寬到12歲以上就可以用了 那以前是18歲以上 那第二個就是她把原來的分數要20分以上 降低到16分以上就可以用 雖然健保目前提供病友相關給付 但是包括保濕乳液 非健保治療用藥 還有重度病友自費使用新藥 每年都要花費至少10萬以上 協會希望未來有更多藥物能夠納入健保 讓病友能夠早期診斷精準治療 臺灣漫入高齡社會 家有年長者應該要留意他們的行蹤 或是在口袋放入相關的聯繫方式 若走失就可以迅速確認身份 台北市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新隆派出所的警員 接獲民眾報案 只稱一名疑似罹患失智症的老婦人 在路上駐足徘徊 警方到場之後查出老太太住家地址 聯繫家屬之後將人平安送回家 你有帶證件嗎 沒帶證件 迷途的鄭老太太面對警方關懷 若有所思 回答卻不知所云 原來她出門走著走著 卻忘了回家的路 反而直接走到附近民宅內 屋主擔心老太太安全 立刻報警處理 你今天是老公啊 在警方親切耐心詢問下 阿嬤終於慢慢講出姓名 警方也立刻查出她的住家地址 以及家屬聯絡方式 家屬跟警方表示 老太太因為年紀大 行動不便 加上疑似患有失智等等疾病 特別是在近期服用藥物後 常常忘記回家的路 或是記錯地址 而為了確保安全 警方安排專車 護送正老太太回家 家人也對警方的熱心暖舉 表達有終感謝 記者顧稱有台北採訪報導 至於雙北地區有哪些最新的活動消息 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